一旦出现这样的放量上涨 说明了阶段性的底部到来了 后续的股价一路飙升 大家好我是MG 本期视频跟大家介绍一个 世界冠军分享过的量价交易模型 只需要通过禅交量和MACD两个指标就可以实现 而且该模型确实买得稳买得准 学会了基本就不会被庄稼骗现了 本频道持续更新股市干货绝技 比如跟MACD这个指标相关的干货课程 就已经有完整的系列发奖了 那么为了方便粉丝朋友们把这些方法用好用会 我特别把这个方法的战法剪辑成一个精品的短视频 将在本周日本频道发布 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收听到了 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量价组合图版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荷花战法 它的买入模型是发生在市场的一个相对低位 荷花战法一共有三个和谐要素 第一个股价要处于下降趋势线的突破状态 第二个洋量要大于昨天的洋量的一倍 其三MACD在第一位出现金叉之后发生一个集结 再度交叉以后打开 同时我们在视频最后把今天的战术总结成口诀 让你不仅学懂还能记住 所以记得一定看到最后 跟我们之前学的铅牛花的战法的区别是 铅牛花战法是帮你捕捉一个安全稳健的买入点 而这个战法相对更加激进 它是帮我们捕捉一个阶段的底部位置 如果对稳健买入点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观看我的上一个干货视频 叫铅牛花的战法 好的 那我们进入到个股的实力 讲解一下今天的荷花战法 首先来看 第一个前提就是 它发生在股价下降趋势的一个突破状态 第二个呢 它的成交量要比昨天放大一倍或者以上 且今天和昨天都保证是阳线 最后呢 MACD是在金插后二次再打开发散的一种状态 而不是单纯的MACD金插 那么这三种状态统称叫做多头占据优势 我们以一支美股案例讲解一下 这是882022年8月到2023年1月的图表 这支股票呢 随着股价的下降 首先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阳线 而是一个突破下降趋势的阳线 其次呢 它不是放量就够了 它是今天的阳量 跟昨天的阳量比出现了放大超过一倍的一种状态 第三个呢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MACD金插 而是MACD出现二次金插以后打开的一种动作 总的来说啊 通过价格 成交量 技术指标 我们能够三位一体的看到 多头占据绝对优势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买入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荷花战法 随后这支股票 在出现了荷花战法的买入点之后呢 当时啊 爸爸涨了一个不错的波段 达61个不赞 好的 最后呢 让我们对这个荷花战法来进行一个总结 阳是阳背量 趋势刚向上 指标低位差 金插后发散 今天关于荷花战法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有学到的朋友啊 记得点赞转发我们的视频 下期视频继续给大家抖一个好料 怎么去识别主力要拉伸钱 给散户设下的坑 俗称散兵坑 这种拉伸呢 一般都是暴障 通常都能让散户啊 把肠子都毁进的暴障 你肯定不想入坑 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下期的视频了 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到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